来到11月20号星期六 欢迎收看新闻抢先报 我是凯旋 马六甲周选今天来到决战日 国盟、国阵和西盟三大阵营在28个选区全面开打 是马六甲历来竞争最激烈的一次周选局 今天一早 各选区的选民开始出门投票 期间出现一些零星状况 如有投票站突然断电 以及太多选民涌到投票站造成拥堵的情况 但整体来说投票过程顺利 2018年509大选 马六甲州的投票率创下历史新高达84.7% 而这次截至下午4点 距离结束投票还有一个小时半 投票率为61% 马六甲州选来到关键的投票日 大多投票站情况顺遂 只有葡萄牙村几百名选民 因在同一时间涌到投票站 导致场面一度混乱 但很快便控制下来 属于卢龙州选区的士马木国小投票站 尽早则怀疑因为电力不胜负荷 速度跳电 情况持续维持约半小时才恢复 虽然出现断电情况 但选委会工作人员并没有停止让选民进入投票 尽管这一届州选吹冷风 但马六甲选民也尽力履行公民责任 无论是104岁的人 还是没有交通行动不便的民众 都无阻他们出来投票 不过行动党马六甲州选主任邱培栋揭露 有年长选民在投票时 被选委会工作人员误导在选票上打两个茶 他因为担心被当成废票 就告知行动党人士 但当时行动党的监票员 却被指使用手机而被赶出投票室 让人觉得事有蹊跷 如果你说在投票社里面讲电话 不允许那个我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连看短讯都不可以 而还要把他赶出去 我觉得这个有一点过火 所以这次的这个选举 充满着很多的这个 阻碍我们的这些动作 此外 这次州选举也传出政党人士和候选人 违规事件 包括直诺安原任州议员诺伊芬迪 疑似在WhatsApp动态公开本身的选票 以及土团党最高理事祖莱达和土团 马接在野州习候选人带上楼 被指控在投票日这天依然进行拉票活动 所有行为都违反选举法令 已有相关人士向选委会投报 社交媒体成了爱情骗子的五本平台 并成一名失业三年的男子 在社交媒体认识了一名女子 原以为自己碰到真爱 其料对方是爱情骗子 以甜言蜜语迷惑他 包括要与他发生性关系 结果他坠入圈套 痛失47000令吉继续 来自大山脚的受害男子蔡文佳说 去年10月通过社交媒体认识名为凌凌的女子 对方大玩爱情牌 不断以老公亲爱的称呼他 甚至说给了钱就会和他发生性关系 让他意乱情迷 他说凌凌之后声称需要钱做生意 他就前后至少30次 到便利店购买虚拟信用积分给对方 数额从最低500令吉到最高9000令吉不等 直到约了00见面 对方都爽约失联 男子才惊觉自己受骗 受害者今天在国民团结党公共服务 及投诉局主任王松富陪同下 召开记者会讲述受骗经过 病指本身原本在家私厂工作 但三年前辞职后就一直失业 被骗走的都是他的积蓄 镜头切换回吉隆坡 随着冠病疫情放缓 马塔国际旅游展在疫情下中断两年后 今天重返实体旅游展 吸引不少访客光顾 马塔旅游展是在11月20和21日重新举行 聚焦于推动本地旅游 共在两个礼堂摆设255个摊位 沙巴首长拿督斯里哈芝芝今早也为旅游展开幕 力推国内旅游 他认为马塔旅游展的回归意义重大 因为他标志着旅游业开始迈入复苏 哈芝芝还为民众捎来好消息 下个月起入境沙巴者不再需要进行霓子检测 但必须完整接种新冠疫苗 相信部分民众到现在还没有适应 My Segetra的checkout功能 吉兰丹一名妇女就因为忘记checkout 两个星期前曾经去过的地点 结果风险状态转红 让她无法登上飞机 错失与家人一同出游的机会 一名网友在TikTok分享母亲的经历 原本一家三代人要共同搭飞机出游 结果母亲的My Segetra转红 莫名其妙接到居家隔离令 查看后才发现 原来是忘记checkout两个星期前去过的地点 她说当时家人以为这件事容易解决 就让她和丈夫带着孩子先登机 没有想到最后母亲还是被拒绝上机 最后父亲也留下 让孙子们非常难过 她分享这段经历后引起网民热议 她之后解释 家人会吸取这次的教训 也提醒所有人在出游前 记得检查自己的My Segetra风险状况和更新 避免发生不愉快事件 政府为了呼吁民众接种加强剂出进招数 这一次是用数据来说服民众 接种疫苗的重要性 根据卫生部长凯里今天出示的数据图表 大多数入住双西卯诺医院的新冠肺炎重症患者 都是完成接种科兴疫苗的人士 因此她再次呼吁人们接种加强剂 特别是之前接种两剂科兴疫苗的民众 凯里今天在推特上载数据图 显示双西茅诺医院第35周到第45周 接种三种疫苗的冠病第四和第五阶段重症患者数据 根据CPRC的数据 这段期间有48名完成科兴疫苗接种的第四和第五阶段病人送院治疗 另外还有15人是接种辉瑞疫苗以及2人是接种阿斯利康疫苗 她说科兴疫苗加强剂间隔期比辉瑞和阿斯利康短 主要是因为科兴在减少冠病发病和住院方面的有效性更快减弱 而其他品牌的疫苗也出现突破性病例 为此她提醒有需要者必须接种卫生当局所提供的任何品牌加强剂 目前加强剂累计接种剂量为140万7762剂 镜头转向古来 卫生部传统与辅助医药局副总监蔡高茂医生周三在睡梦中咒试 她的弟弟蔡高茂博士说 哥哥生前积极推动我国中医事业发展 其中一个项目是希望争取中医诊所的病假单受政府承认 只要你努力有一天我们中医的MC也可以GlamMC的 这是他跟我讲的 这也是全马来西亚华人也想看我们的一天 他做出的贡献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你现在看到所有的医院里面都有个中医本政府 我为他感到很骄傲 蔡高茂今早在哥哥的告别仪式上致辞时说 家人都希望有人能完成哥哥的医院 致辞期间更一度哽咽 场面哀伤 居住在雪州交赖的一名男子 接种第三剂疫苗后出现不适症状 血氧更一度跌到86 后来证实确诊冠病 但男子在向医院求助时 院方居然以救护车不足为由 要求患者自行到冠病评估中心检查 让男子非常无奈 这名28岁患者和家人住在交赖 他在上周三接种加强剂后出现不适症状 原以为是不良反应 因为他首次使用冠病快速检测试剂盒 也没有检测出病毒 但后来失去嗅觉 进行筛检证实确诊 行动党乌拉港消毒队队长李凯明 昨晚在面子书上传影片指出 患者呼吸困难而向他求助 因为患者没有办法自己驾车去医院 粉红女富商纳都斯里哈斯米查奥曼 人称纳都维达的女儿Chick B 在社交媒体自爆确诊新冠肺炎 但声称虽然确诊但情况不严重 目前在房间隔离 Chick B昨天早上在IG上传视频 不改一贯风趣 开场直说自己确诊 但病情不严重 虽然没有了嗅觉 但味觉还在 货别三天后 单热新增病例重返五字头 今天通报5859宗冠病确诊病例 累计病例2581747宗 此外国内昨天通报45宗冠病死亡病例 7宗为宋院前死亡病例 累计死亡人数为29937人 台湾新北三辖一个捷运工地 今天下午1点发生严重公安意外 当时现场在实施灌江施工作业 却因不明原因突然崩塌 四名工人遭到活埋 其中三人被救出时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意外现场为三鹰环状线捷运高架工程 意外发生时 有四名工人从三楼高的鹰架摔下来 另外有一名工人受困在鹰架上面等待救援 而倾泻的泥浆一度埋住摔落地面的四名工人 最终三人失去生命迹象 还有一人受伤 处于清醒状态 对此 新北市捷运工程局说明 初步判断是在失作乔墩柱头板胶制时 因为模板支撑度不够 发生俗称爆模的模板支撑塌陷事故 下个月即将迎来圣诞节和跨年夜 印尼政府率先宣布将收紧防疫管制措施 避免税末加节期间爆发第三波冠病疫情 印尼政府计划在12月24号到1月2号期间 将全国公共活动紧急限制令上调至第三级 一切与跨年活动相关的庆祝活动 如燃放烟花、游行和吸引群众聚集的活动全面禁止 商场、酒店、餐厅和超市也只能接待一半的客容量 宗教活动包括圣诞节弥撒也只能让一半的人参加 泰国一年一度的水灯节周五晚上开始庆祝 虽然政府批准可以举办相关欢庆活动 但以往,梅南河上漂浮大量水灯的热闹场景已不复见 民调显示,77.3%的受访者说今年不去放水灯 因为担心会出现疫情群聚传播 欧洲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即奥地利成为西欧第一个国家宣布将于周一再度实施全国封城 以遏制冠病疫情蔓延后 德国也扬言不排除跟随 因为德国目前已经陷入紧急状态 德国卫生部长也警告,光靠打疫苗无法减少确诊病例 希望全体民众减少社交接触 镜头转向荷兰 荷兰收紧防疫管制措施后 近日引发强烈抗议 港口城市路特丹聚集一群暴徒 他们周五晚开始焚烧汽车 向警察丢石块 警察最后开枪和发射水炮还击 事件造成7人受伤 周五深夜路特丹市中心仍然动荡不安 街道上仍有大量警察 警方表示他们已经逮捕了几十名暴徒 预计还会拘留更多人 换个焦点 美国18岁白人少年凯尔 去年在威斯康星州的反种族歧视示威中开枪 导致两人死亡和一人受伤 被控杀人罪 当地陪审团周五裁定所有罪名不成立 当庭释放 少年文判后激动落泪 去年8月20号 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士发生反种族主义和反警察暴力抗议活动 引发重火骚乱和抢劫 凯尔当街持枪扫射 后来声称是自我防卫 审判期间也引起激烈辩论 如今他被判无罪 民间反应也两极化 今天是第15届马六甲州选举投票日 即将投选出周内28个州议席的新一任州议员 一早开始 周内各投票站都有选民投票 大家都非常遵守SOP 因此投票过程非常顺利 没有任何事故 街道上也没有交通严重阻塞的情况 新闻结束前一起去看看马六甲州选的投票情况 我是凯旋 晚安 我们投票了 我们投票了